我們請教一下黃有甫老師 那些面相的男人 在金錢上對另一半會斤斤計較 我們現在講的不一定是有錢人 就是一般人也好 有錢人很好 對金錢的金錢方面是斤斤計較 但是我們今天題目不是對一般人 是特別對另外一半 所以我們今天要看是他對另外一半斤斤計較 我們第一項來看是看面相的鼻子 因為鼻子是財博公 代表一個人對錢財的態度 那鼻子這種長相比較特殊 我這列出三項任何一項都算 第一項是鼻翼小 因為鼻翼通常很正常的狀況下 鼻翼大的人就比較豪爽比較大方 鼻翼小的人容納小 也表示他比較小氣 這第一個是鼻翼小 第二個是鼻孔長 鼻孔長起來收起來都非常吝嗇 他不會放出去 你放出去的話就有點沒有原則 借人家啦 朋友交際啦 錢財就一直放出去 那第三個呢是鼻准兼 鼻准兼呢就是斤斤計較啦 或者知租必較 意思是很計較在錢財方面 好我用講鼻子是財博公 所以這一項是對所有人 不一定是對另外一半 不一定是對太太 就是說你如果有一個人的鼻子 有這樣的長相的人 基本上是對金錢方面就比較小氣了 比較不是那麼豪爽大方 好那現在我們看第二項 第二項就比較是針對太太了 第二項我們是看嘴巴 因為嘴巴是代表一個人豪爽大方之外 也代表愛情嘛 嘴巴是愛情工 這時候就針對太太了 好那針對太太看的話 我們看一下幾項 第一個嘴巴小 那我先講一下 在我們人像學講的嘴巴大嘴巴小 不是說有比例多大 不像漫畫卡通 漫畫卡通嘴巴大可以畫到 大到像到耳朵這麼大 那小的小的這麼一點點 那現實中不可能像卡通一樣 卡通漫畫的那個嘴巴 這麼大這麼小不行 所以現實中我們在看人像學的 嘴巴大嘴巴小 就是跟你的五官比例就可以了 跟五官比例比較 你就覺得是比較小一點 或者一定要講話 跟你自己的眼睛來比 就覺得會比較小 就是所謂的嘴巴小 嘴巴小剛剛講過嘛 就是不夠大方 你看不夠大氣 第二個牙齒細也是一樣 牙齒細呢 牙齒呢 一般要寬大一點 如果太細的話呢 就是一項一項要算了 滇筋 那個論量 跟人家一項一項的計較 再下去第三個 人中短或略歪 人中短略歪 那就是不甘願了啦 我對別人可能很大方 對朋友很大方 對是對我前妻 說不定前妻他已經又要結婚了 或者前妻另外有情人 然後前妻跟我當時已經吵得不得了了 他我有錢是我的 現在要叫我付出 我不甘願 就是看人中 因為人中代表一個人 對別人的想法 對別人的態度 所以這幾項 如果說是嘴巴小 牙齒尖 或者牙齒細 那麼人中比較短的 或者人中略略的歪的 我說的歪是在漫畫裡面的歪 可能可以會這樣子歪下去 但是我們真的現實中 不可能這個人中甚至這樣歪不會 覺得覺得略略歪的 大概就是屬於這樣的長相了 好 我們先看一下汪小飛好了 他的手間一個眉毛 你注意看 他眉毛甚至有點斷 對 中間已經斷掉了 完全後面是散開了 這個汪小飛 那長得帥我們就講解釋 他有沒有前世一回事 我剛剛講過 是一個態度 對金錢的態度 有時候不是對金錢的態度 有時候是賭氣 對 要賭氣 因為結婚 結婚的那個上面還是用我的錢的 上次那個 是沒講的對不對 你其實是跟別人結婚 結婚上面的東西還是我來付錢 你想的是我甘願不甘願 我再有錢我也不甘願 好 接著再講一下 他人中略略有點歪一下 你看一下 人中略略的歪 還有耳珠完全是幾乎沒有耳珠 耳珠是非常的小 然後他牙齒也是小 就剛剛我講的 牙齒很細 但是是比較的 我們這邊看那個 王全人牙齒就不會那麼小 但是汪小飛的牙齒就一根一根很細 別看王全人比較胖 其實也是很負擔 也是很帥 然後再下去眼睛來講 一個人也是眼睛大比較豪放 豪放大方 眼睛比較細長的話 比較會精打細算 比較會算 眼睛細小的人 但這個不用說都很小很小 至少比例上我覺得應該 汪小飛是屬於眼睛是細小的 那我們對到左邊的這邊王全人 王全人還是眉毛 你們注意看一下 他的眉毛是整個亂掉散掉的 可以說是有 當然如果說以工作來講 我們看一個人的眉毛是有始無終 或因為他是尾巴散開 當然 眉毛剛好怎麼樣 我第三項要講到 也是代表對 家人 情人 或者另外一半的感情態度 我再回過頭來看一下我的這邊的說明 我們看一下第三項就是我現在講的眉毛 眉毛如果是眉毛短 眉毛短 剛剛講過 有錢沒錢一回事 對太太有情無情看眉毛 眉毛比較短 獲得眉毛現在我講的散開的 像他們這兩位眉毛都散開的 這時候就是所謂的 一項真是我們講的斤斤計較 或者對感情方面比較 因為眉毛代表感情 感情方面 可以說比較無情 這樣也不能這樣說 應該說比較是不甘願 所以說眉毛是看一個人的感情 對人家的態度 或者好禮相爭必爭 這是這兩項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第四項好了 好 第四項就不是面相 我們用首項來看 因為首項一般比較不容易 尤其是我們公眾人物 我們不可能把他的手拿出來 你手借我看一下 這是不太可能的 那我們如果有的話 那你就參看你自己的男朋友 參看你的先生看看 你的手 你的先生你的男朋友的手 有沒有這種狀況 手上有個地方叫方婷 什麼叫方婷呢 就是我們的感情線 跟智慧線之間的這個距離 正常的話是左邊 正常的話左邊這邊方婷 是蠻寬大的 也代表他心胸比較大 尤其是心情方面比較大 那右邊這個呢 你看一下他比較窄 比較窄就是心胸狹窄 我一定要跟你算清楚 我跟你要斤斤計較 或者甚至我不相信你 我不相信你對我是這麼 有愛情這麼深厚 或者不相信你的生活 現在什麼很結局辛苦 這個我不相信的 所以看一下右邊 右邊這種人 就是對另外一半 斤斤計較之外 這種手項呢 一般人在生意人的手上 比較容易看到 生意人或者政治家 那種真的要斤斤計較的人 他們這邊方婷都會比較小 那正常人麻煩看一下左邊 就是正常會比較寬大一點 那這四項呢 任何一項都算 我們去觀察一個人 到底他是不是對他的另外一半 斤斤計較 這邊問一下盛梅說 聽說這媒體報導 王力宏想學汪曉飛 不願再付生活費 哭窮要李靖蕾一起來養家嗎 可是這個前提 對說要李靖蕾一起來養家 因為之前我們也在節目裡面提到 因為他照理說按約要支付大S這個生活費 那因為你預期沒有支付大S 當然就上法院了嘛 所以他們兩兆雙方已經開過一次停 都是請律師出庭的 就為了這五百萬 所以他們現在在相互爭執 汪曉飛認為他不需要付這錢 那因為這個事情 那也有人就想到 王力宏前陣子 來也幫大家複習一下 王力宏跟李靖蕾還沒有離 汪曉飛跟大S是離了 沒有離 所以你看很多人都很驚訝對不對 因為從去年就炒翻了 而且炒到天邊去了對不對 炒成這樣 是因為他們是兩邊在打官司 李靖蕾跟王力宏在紐約 他們就開始開打離婚官司 那我問各位 錢都律師賺去了啊 這個律師起碼去律師分 在美國的話可能一百起跳 一百兩百萬起跳 那這個官司會打很久 然後在台灣部分也在打 那王力宏之前有向法院說 說這一年尤其這個雷神之鎚 他在大陸已經幾乎零演出 那就表示零收入 他的意思是說 我們在還沒有離婚的狀態之下 我們現在還是夫妻 那因為他現在他一直以來都是 他要付給李靖蕾生活費 我們工作室也可能都要賣掉之類 這是第一 就表示就是說他希望能夠濁減 他的負擔的生活費的部分 然後再來 他也沒有 不是沒有收入耶 你知道今年那個賭城 他在那邊演出啊 一場賭城的演唱 其實應該也有幾百萬的收入 也蠻不錯 所以王力宏現在要付出了 而且也有一個說法是 他在大陸方面 因為大陸的認定會覺得 他最近要付出了 因為大陸會覺得他 因為大家知道他唱紅的那種 龍的傳人的概念 這樣懂嗎 所以還是會 讓他去上一些實境秀 跟拍電影或者是 作詞作曲之類 所以我認為他大陸還是會付出 只是說這官司要打多久 現在不知道 可是很多人會覺得 這個九十萬也要計較 是不是 照理說他不會付不出來才都是 對 然後另外一個才是大家覺得真的是 麻衣現在在等離婚 他說王權仁想每個月六萬塊賛養費 六萬塊 王權仁是王永慶的孫子對不對 對啊 三十億身價 長孫三十億身價 其實哪還只三十億 只是名價大概 對 其實不只 但是這個六萬 還有含小孩子的那個學費之類的 那不要忘了小小王子在日本受教育 所以基本上他其實學費各方面其實不便宜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 麻衣跟王權仁結婚之後大概兩三年 他們就開始婚姻狀況有一些問題 然後王權仁這邊是在台灣已經提出離婚訴訟了 麻衣跟兒子基本上都在日本生活 所以外界一直說什麼 王家付他每個月是五十萬生活費根本沒有 其實麻衣過得蠻結局的 麻衣當初還不如嫁給王力宏呢 還有九十萬對不對 才六萬 太難看了吧 可是而且主要是因為王權仁對外說說 我也是一個拿薪水的人 而且我現在也是領薪水 所以我也沒有那麼多的身價 所以我就只能付你六萬 那現在就開打這個官司了 也就是說到底是不是六萬現在不知道 而且麻衣他已經應該是有點預告 就是說我會再回到演藝圈 要不然各位 也就是說王權仁付這六萬根本就不夠啊 你在日本的生活費這麼高 那請問其他的錢要怎麼辦 是不是他自己要出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因為王權仁之前 有一個新聞在幫大家複習一下 很有趣 因為王權仁這是第二次婚姻 他第一次的婚姻是跟李晶晶 也就是一個客運千金 很有錢 李晶晶人很好很客氣 他們有一個女兒 那是這樣他們結婚 他跟王權仁有一個女兒 有一個女兒 現在也蠻大的 那他們結婚之後呢 王權仁其實他的工作多半都在 像在首爾在國外這樣 然後他們是租一個豪宅 其實那個豪宅蠻貴的 在這個信義區 很有名 很多藝人都住在那邊 為什麼要租豪宅 其實他們不是買不起 是這個豪宅有管家 那你也不需要怎麼去打掃或打理 家裡的家具什麼都有 可是你如果退租 他就要清點這些家具 你是不能帶走的 這樣懂 好 那這對夫妻就鬧離婚 鬧離婚李晶晶是不是就打包 就離開這個豪宅 因為成租人是王權仁 可是人家來點的時候 就發現有一個垃圾桶 沒去 那因為這個垃圾桶的問題 所以這個成租就是這個豪宅方 就說你王權仁你要把垃圾桶找出來 王權仁說幹什麼事 我老婆拿走的 所以王權仁請律師 律師這麼貴 請律師對李晶晶提告 偷那個垃圾桶 垃圾桶 在這裡 我覺得真的都是任性 人家也是搬家公司 也不會他是自己去搬的 誰會餵一個垃圾桶 可能搬家公司不小心搬錯 李晶晶就說這干我什麼事 可是有時候夫妻之間就堵這口氣 王權仁也不是買不起那個垃圾桶 可是王權仁意思就是說 你就是把垃圾桶給我還回來 而且是透過律師 律師費這麼貴 律師費可以買100個垃圾桶 大家知道那個概念嗎 他就覺得 你不是台瘦的王子嗎 我們沒有批評誰 就是說有錢人他 他在處理這些事情 是我們難以想像的 然後後來有麻衣 麻衣現在的情況 然後最近有一個新聞 他跟空姐好像有說 還沒 因為是有一個新聞是說 王權仁已經要娶那個空姐了 所以要跟空姐結婚 可是你知道那個新聞出來 馬醫就直接小小講一下說 不對喔 我跟王權仁沒有離婚喔 所以你就算跟誰也不行喔 要等這邊的婚姻結束 所以現在就要看 他們離婚的關係怎麼開打 年輕人你在迷惘嗎 聽我一句話少奮鬥三十年 讓老師幫你持點迷津 從躺平族變成人生勝利族 跟著心向趨吉必凶 讓我為你面對面算命 年輕的朋友想讓命運好好玩的 大師幫你算命嗎 詳情請上點書官方粉絲團 就是由美國先生 encont無hyd 從來 北越前徹 開始增速的